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三星4月底的财报会议,释出旗下记忆体晶片减产幅度将远大于先前预期的消息,并看好下半年景气回升。 要知道,三星元坚持不减产记忆体,4月初改口将会有意义的减产。 这次财报会议上,法人关注减产议题,三星虽未揭露实际幅度,但强调,公司对减产的态度已增强为Far More Meaningful Production Reduction,极远大于4月初始初的幅度。 三星是全球DRAM与NAND晶片龙头,如今将扩大减产幅度,其意义比其他记忆体晶片同行减产更大。 法人解读,三星减产幅度比原预期大,预判记忆体后事将复苏。 据台湾经济日报报道,台湾记忆体相关厂商对三星扩大减产幅度表示认可。 卫章认为,三星此举对记忆体产业有正面影响,看好事况将逐步回升,有望摆脱报价连续多计走跌窘境。 就该公司营运而言,首计应是今年谷底,本期业绩渴望回升,下半年优于上半年。 来亚科认为,先前干扰DRAM试矿的部分负面因素,本季企将逐步趋缓,加上供应商资本支出调整,下半年终端库存有机会正常化,DRAM记忆体市场需求将回稳。 就以三星的营收来看,最快本季底或第三季度,陷入复制的毛利率,有望转为证数。 根据三星揭露的财报,上级净利比去年同期抖降86.1%至1.57兆韩元,折合11.8亿美元,营收大致符合近日公布的初估财报。 年减18%至63.74兆韩元,营业利益年减95.5%到6402亿韩元,为14年来最低。 值得一提的是,三星掌管晶片事业的装置解决方案DS部门上级营业损失4.58兆韩元,为14年来首度陷入亏损,营收年减49%至13.73兆韩元。 三星预期,下半年晶片需求将随客户库存下滑逐步复苏,将聚焦于提高技术竞争力,包括以GAA环绕式闸机技术为基础的2nm制程,同时满足DDR5、LPDDR5X等高阶产品的需求。 三星规划,今年记忆体投资额将维持与去年相当。 三星上级资本支出年增36%至10.7兆韩元,为同期新高,其中9.8兆韩元用于半导体,3000亿韩元用于显示器。 业界认为,三星虽维持资本支出计划,但主要是强化DDR5等新款高阶记忆体晶片生产。 随着三星将焦点聚焦高阶新产品,并释出大幅减产的消息,意味着主流DDR4式矿将更健康。 同时,先进逻辑晶片方面,据韩国媒体Henkyang报道,三星半导体今天早些时候,在韩国科学技术院K-AISD举行了一场演讲。 三星装置解决方案部门总裁K-Henkyang提出了,三星半导体将赶上竞争对手台积电的未来愿景。 K-Henkyang承认三星的代工技术落后于台积电。 他解释说,三星的4nm技术比台积电落后大约两年,而其3nm工艺则比台积电落后大约一年。 不过,K-Henkyang也表示,但等到2nm就会发生变化,并大胆预测它们可以在5年内超越台积电。 三星可能在未来5年内跑赢台积电的想法,源于三星打算从3nm制造工艺开始使用Get All Around, 也就是GAA技术。 相比之下,台积电在达到200万产量之前,不会使用GAA技术。 GAA是一种生产工艺,可以使三星生产出比台积电目前使用的工艺更小45%,能耗更低50%的晶片架构。 K-Henkyang称,客户对三星电子的3nmGAA工艺的反应很好。 K-Henkyang还表示,三星预计记忆体半导体在开发AI伺服器方面将变得更加重要,并超过灰达GPU,并称,三星将确保以记忆体半导体为中心的超级计算机能够在2028年温室。 据相关媒体此前报道,近期三星称,其4nm晶片制程良率已改善接近5nm的水准,下一代4nm制程将提供更高的良率。 随着三星晶圆代工高阶制程抢单台机电白热化,业内消息人士透露,美国晶片巨头AMD公司已经选择了三星电子作为其4nm处理器的合作伙伴。 此外,Google公司也将委托三星电子,生产其Pixel 8智慧型手机的Tensor 3晶片,采用三星电子第三代4nm工艺节点。 业界还传出,高通明年度,5G旗舰晶片骁龙8系列第四代骁龙8战4将打破过去三代产品由台积电独家操刀的局面,引进三星作为第二代工厂,提前点燃两大晶圆代工厂,明年三奈米先进制程抢单战火。 三星没有评论客户讯息,同时台积电并无评论,高通也没有对外说明。 据了解,三星承接明年高通骁龙8Zen四代工订单,相关晶片将供应三星明年度旗舰款S系列新机使用。 台积电操刀的晶片则提供三星以外的非品品牌为主,但总量仍比三星多。 熟知高通生态的业界人士指出,高通推出骁龙8系列第一代产品骁龙8Zen一时,曾有三星独家生产,但因生产稳定性与规模考量,高通后来改版推出骁龙8Zen一,强化版骁龙8Zen一,转由台积电独家操刀,并从第一代加强版合作至今年将推的第三代晶片。 上述演变使得近年市面上出现,三星最新S系列旗舰手机内采用的高通晶片,借由台积操刀的特殊情况,为高通策略上证评估2024年,重新启动双重供应商生产模式。 业界人士分析,高通一向乐于选择采用两家晶圆代工来源的模式,意味从商业角度来看,这是节省成本的考虑。 同时,三星手机也提供高通晶片版本,外传高通近期评估新晶片2024年,将再次恢复多元下单策略,也将使台积电,三星三奈米竞争战火提前引爆。 业界传出,高通晓龙8-Z2与晓龙8-Z3分别采用台积4奈米制程升级版或加强版,但基于成本与商业策略考量,高通仍计划与三星合作开发未来的高阶晶片,进而实现双重采购,降低成本。 据传,台积电和三星将分别采用,旗下N3E和第二代三奈米环绕式炸机的GAA制程,来争取生产骁龙8-Z4晶片代工订单,是睽違一年后,两大晶圆代工厂再次直接对决,并传出,高通采用三星的三奈米GAA生产的晶片,也将专用于S系列国际版机中。 三星日前在最新的财报会议中宣布三奈米GAA技术良率上升,爆料达人Revenus认为,三星晶圆代工产量表现改善,应是高通决定,把明年骁龙8-Z4部分代工订单转至三星的原因之一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,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,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,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,谢谢。